沈青川家里破产后 我乐呵呵的准备去落井下石 嘲笑的话还没说出口 疯狂的记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 原来我是一本久别重逢小说中的恶毒女配 男主跌入低谷后 我对他进行打压 霸凌 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他 直到他东山再起 首当其冲倒霉的就是我 我深吸一口冷气 把那句想要嘲笑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 拿出一张黑卡递到了他的面前 沈青川 从此以后我来保护你 你只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记住 等你功成名就 这不是当年的沈家独子吗 怎么沦落到在这里端盘子了 哈哈 我靠 腿也瘸了 这是被谁打的 要不我出一千块 跪下来给我擦个皮鞋 怎么样 我来到酒吧的时候 看见包厢里面许多人相当热闹 那些圈子里面的纹固子弟 气势汹汹 把一个人围在中间 有人看到我 朝我招招手 喊道 乔黎 你终于过来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遇见了谁 他没等我说话 自己先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字一顿 沈青川 沈青川 整个京城上层圈子里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沈家家大业大 资产不可计数 他又是独子 从小被当作继承人培养 优秀 金贵 行为举止处处挑不出一丝错处 几乎是豪门弟子的典范 和我们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二代格格不入 可命运弄人 几个月前 沈家投资失败 突然破产 许多长辈不是逃亡国外 就是被警方调查 自顾不暇 我们再也没听说过沈青川的消息 没想到再见面会是在酒吧 他是适应生 在端盘子 二 这些看热闹的见到我 很快自动让出一块位置 整个圈子里几乎都知道 我和沈青川不对付 高中的时候 我曾经喜欢过他一段时间 乔家在商界也算得上名门大户 我又是独女 做事像来张扬跋扈 不爱搞暗恋那一套 情书写了一大碟 每天中午趁着下课去送一张 行为蠢笨 也确实惹人生厌 不过十几天 沈青川就受够了 他故意选在操场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语气冷淡地拒绝我 乔黎 你不觉得无聊吗 但凡你把这份心思放在学习上 也不会只考五百名吧 等你什么时候拿到奖学金 再说吧 那次事件之后 我插声追求学霸的名号 就传扬了出去 许多人虽然碍于我家的权势 不敢直接在我面前讨论 但看我的目光总带了几分古怪 我不再喜欢沈青川 但我这个人牙子必报 他当年羞辱了我 我一定要找机会羞辱回来 这不机会来了吗 三 沈家破产了 以前沈家是龙头 是老大 其他家族谁都不敢动 现在好了 我发出反派恶毒的笑声 姐姐姐 这不是老同学吗 快来让我看看 大概是听到了我小人得志的嘲讽 沈青川慢慢抬头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色T恤 几年没见 相貌变化并不大 依旧英俊好看 只是眉眼间那股灵力傲气的感觉 渐渐褪去 整个人的气质似乎都沉淀了下来 有狗腿子帮我拿来红酒杯 臭屁的讨好 那 瞧瞧姐 当初姓沈的没有眼光 如今我们可不能轻易放过他 如今面对沈青川 我也终于可以居高临下 想到高中时候惨淡的往事 我不禁扯了扯嘴角 决定这次好好奚落他一顿 然而下一刻 我慌了慌酒杯 刚张开嘴 酝酿好的句子还没说出口 突然一阵铺天盖地的眩晕感席卷而来 乱七八糟的记忆疯狂涌入我的脑海 原来 我竟然只是一个恶毒女配 四 这是一本久别重逢小说 男主沈青川在高中时候有自己的白月光 只不过那个女生没有在我们学校待多久 很快就出国留学了 也是因为这个女主 沈青川拒绝了其他所有人的追求 当然也包括我 后来沈家破产 沈青川这朵高龄之花跌入泥潭 我这个女配适时出场 对她打压 霸凌 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 甚至还把她买作自己的金丝雀 一直到她白手起家 重建沈家商业帝国 她回过头来做的第一件事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更可怕的是 沈青川作为男主 他未来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逆转的 就算我阻挠他 他也终究要走向巅峰 我深吸了一口冷气 咬住牙关 硬生生把那些嘲笑的话憋了回去 一言不发 气氛开始变得沉默奇怪 许多人朝我看了过来 沈青川抬起头 扯了扯嘴角 语气仍是和以前一样 淡淡的 乔黎 你不是来和他们一起羞辱我的吗 妈 我捏住拳头 大脑在疯狂的短路后 终于蹦出了一句话 沈青川 不管你信不信 这么多年过去 我还是喜欢你 五 卧日 这话一说出口 我自己都被震惊到了 可富贵险中求 除此之外 似乎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情书事件之后 我和沈青川的伴子早就已经结下 整个圈子内都知道我对他图谋不轨 想方设法要对他打击报复 就算从现在开始躲起来 等到他东山再起 谁又能保证 他就真的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呢 想到这儿 我咽了一口口水 无视周围的吸气声 和向我投来的诧异迷茫的目光 咳嗽了两声 强装镇定喊道 谁准你们在这里闹事的 霸凌同学 自己不觉得羞耻吗 我在这些二代里面威望极高 大概是因为我脾气却说一不二 所以他们很少会明目张胆的和我对着来 现在看我这样户在沈青川的前面 原本嚣张的气焰顿时沉了下去 一片死寂中 唯有沈青川轻轻掀起眼眸 慢慢看向我 一字一顿念出我的名字 那语气分明是怀疑和戒备 乔黎 你喜欢我 我任性 骄纵 肆意妄为 毕业后几年过去 和沈青川之间 两个人几乎再没多少交集 他一定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大小姐 不会把目光长长久久的停留在他的身上 可是下一刻 我蹲了下来 把他鹅角的碎发轻轻挽到耳后 用再温柔不过的语气轻声说 是 我还是喜欢你 沈青川 从此以后 我来保护你 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你想要努力 想要重新开始 好 我和你一起 你只要别忘记 我其实也对你是很好很好的 六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 沈青川想 他明明在深渊中 却好似有月亮照在了他的身上 七 我骗了沈青川 我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到说假话 不打一点草稿 张口就来 只要熬到故事线结束就好了 我甚至机智地想到 反正沈青川肯定会创业成功 沈家会重新成为商界的老大哥 我何不趁着这个时候 多给他投一点钱 占一些原始股份 等到公司成功上市了 我再反手卖出 赚一笔大的 随便用个什么理由 以后拿着钱跑路就好了 到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是帮助他发家致富的恩人 他一定不会再对我做什么 想到这一点 我刚刚还有些憋屈的心情 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许多 我朝他伸出手 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话 不如先来我这里吧 八 我和沈青川的关系 变得不再那么生疏 他脚不好 沈家败落后 自然有许多以前商场上的对手 来找麻烦 他们夺走了沈家的别墅 砸坏了里面的东西 然后把目光 放在唯一留下的沈青川身上 有人拿起棍子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脚踝 于是以前光风积月的少年 现在连路都不能好好地走下去 可是没关系 我低下身子 抚摸着他的伤口 轻声说着 乔家认识很厉害的骨科医生 沈青川 我们会把你治好的 我开始每天都会按照医生的嘱咐 给沈青川按摩脚腕伤处 一开始他还有些抗拒 后来似乎渐渐习惯了 比如我会在傍晚的时候 去他的卧室给他上药 他就给我留着门 方便我进出 这似乎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 有时候我们也会聊起以前的事情 高中 校园 同学 说起好玩的事情 有趣的回忆 甚至会一起对视微笑 平心而论 抛开那段尴尬的表白 我和沈青川确实有可能成为不错的朋友 直到有一次 我无意间提起了他的白月光 那个沈家出事后 第一时间就出国离开的青梅竹马 他难得沉默 低着头 一言不发 手指紧紧钻起 就连我已经给他敷完药了都没注意 往常这种时候 他会拿出湿纸巾 把我的手指抬起来 一根一根的擦干净 然后莫名其妙 却不厌其烦的重复着对不起 我这才恍然发现 原来不管经历如何 女主真的会是男主心中永远的一个逆龄 思考一瞬后 我猛的一个轻身 握住沈青川的手腕 扯了扯嘴角 林奇对吧 沈青川 我知道怎么让他回来 你要成功 你要让沈家重新回到商界的龙头 只有自己站到巅峰的位置 别人才能看到你 九 我说完这句话 沈青川猛地抬起头 目光向我望了过来 探究 沈慎 又有些复杂 难道不是吗 林奇的父亲原本是沈家公司的高管 别管人家当初是为了什么抛弃沈氏 只有沈青川拥有足够的实力 别人才会把蛀压到他的身上 我笑了笑 手指指向自己 用着玩笑的语气 至于我 你不用担心他回国后会误会 你创业成功后 我一定第一时间发声明 说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沈青川仰起头 眉头微微皱起 眼神复杂地看向我 打断了我的话 乔黎 别胡说八道 他伸出食指 戳了戳我的额头 张了张嘴 似乎想再说些什么 却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十 我要让沈青川创业 不是没有原因 在故事线的结局中 沈青川作为男主 会获得投资赞助 事业成功 平步轻云地建立他的商业帝国 女主也从国外赶回 两个人久别重逢 所有事 就算我只是一个炮灰 在接下来的命运中 也可以随心所欲地 选择自己的人生了 脚伤好后 沈青川开始早出晚归 他是天之骄子 就算没有我的那一番话 本身也不可能暗喻现状 他迟早要让沈家重新回到巅峰 不过几个月 他手里就已经有了 好几个相当不错的项目 只不过这些项目都需要钱 沈家不可遗失那几年 曾经得罪过许多名门世家 现在想要拿到投资 难度当然很大 沈青川奔波了许久 还差最后几笔投资 就可以启动他的方案 他要钱 我当然可以给 只是不是现在 我要在他最需要 最迫切的时候 做那个雪中送炭的人 直到一段时间 终于又有一个老板 愿意和沈青川见面 我恰好听说过对方 年纪大 刻薄 霸道 难缠 以前和沈家还有点纠葛 这次同意见面 估计也没按什么好心 英雄救美 该我这个踩着七彩响云的大英雄 去救沈青川这个美人了 11 沈青川整整一天不在别墅 我看了一眼表 凌晨 我出了别墅 慢悠悠往市中心的酒楼走去 我已经打听好了 他们就在最顶层的那个包厢 乘电梯刚出走廊 我就听到了一阵喧哗声 能不能喝啊 这点面子都不给 还想要钱 真当沈家还是以前 那个跺一跺脚 别人就抖三抖的沈家呀 推开门的时候 有人正拿起大半瓶的红酒 一步步走到沈青川的面前 然后把瓶子举起 用力按到他的嘴边 红色的酒水躺了下来 滴滴答答的落到衣服上 地毯上 我知道沈青川是不能喝的 他酒精过敏 几口就有可能全身泛红 甚至产生致命的危险 可是下一刻 他真的慢慢伸出了手 似乎想要接过瓶子 看 一个人陷落到最低谷 最深渊的境地时 为了抓住那微薄的希望 实在是什么都愿意做得出来 什么都愿意舍弃 我就在这种他堪称绝望的时候 冲了进去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瓶 吼道 不就是喝酒吗 我来 我没有半点犹豫 张开口 仰头就把酒全部喝下 坐在首位的老板认出我来 乔黎 你来掺和什么 乔家和沈家以前关系也不怎么样啊 他嘖嘖两声 目光在我和沈青川之间来回打量 勾了勾唇 用带着意味不明的语气说 你看上他了 我没让他把话说完 只朝他点了点头 叫了一声书 我知道你也不是真的想投这笔钱 我是乔家的独女 那我今天就代替乔家放出这句话 以后沈青川创业 背后是我乔家撑着 十二 不用两天 整个圈子都会传遍了 说沈青川拿到了乔家的资金 他后面每走一步路 都会落下敲尸的印记 这样等他以后功成名就 还能和我反目成仇 对我打击报复吗 我是把他从深渊中拽出来的藤蔓 对于救赎者来说 重要的不是他的爱意 我要的是他一辈子活在对我的感激中 想到这些 我抿了抿嘴唇 一股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感传遍了全身 走出包厢后 一个没注意 列切了两步 身子差点斜斜的歪了出去 下一刻 一个手臂伸了过来 很快地扶住了我的手腕 是沈青川的声音 他向我凑过身子 语气低沉关切 乔黎 喝了这么多酒 你要不要紧 和沈青川不一样 我千杯不倒 走路歪的这两步路 只是心思太多 纯粹的意外 但沈青川似乎不这么想 他真的以为我醉了 甚至拿手放在我的额头 揉了揉我的脸颊 蹲下身子拍拍自己的背 还有力气吗 我背你 那一晚上月色很好 我心安理得的装醉了下去 路灯朦朦朦胧淡黄的光韵 他的后背很舒服 我们几乎一路上都没说什么话 但要走到别墅了 我还是借着假装喝醉的样子 揉了揉他的脖子 沈青川 我现在是你的股东 以后赚了钱 你要把大部分钱都分给我 知道吗 他嗡了一声 没有丝毫犹豫的 我能拿到的都给你 我一辈子都给你打工 一辈子都给我打工 我贪婪的舔了舔嘴唇 掐了把他的腰 你是不是给我画饼 沈青川没有说话 直到回到别墅 关上大门 他把我轻轻放在沙发上 慢慢伸手 捧住我的脸 我想那一刻 他大概还以为我醉得不省人士 听不懂他的话 十三 他说 乔黎 你相信我 我会挣很多很多钱的 等我不再落魄 等我重新强大 等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 我们一直一直在一起 好不好 那一刻 我宁愿我是真的喝醉了 脑子发懵 沈青川 他是不是在和我表白 十四 第二天醒来 周围安安静静 我捧着头 掐了一把自己的脸 发出一声闷闷的喊声 是不是玩脱了 不应该啊 沈青川怎么会和我表白 他喜欢的是女主 是灵奇 是他的白月光 是青梅竹马 如果久别重逢 破镜重圆的大结局不上演 我做的这一切还有意义吗 这狗屁的时间线还会结束吗 我还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到这儿 我套上外套 一步步的慢慢走下楼梯 沈青川正坐在一楼餐厅吃饭 听到声音 他抬起头 淡淡向我看过来 很轻很漠然的一眼 就好像昨天晚上 真的只是我喝醉了的一场梦 他拿出纸巾 擦了擦自己的指尖 然后慢慢站起身 有一刻 我恍惚间觉得他恢复了 以前那副清冷金贵的神态 他朝我笑了一下 乔黎 后面的几个月 我大概会很忙很忙 我可能直接搬去公司住 不会再回来了 他拿起桌上的一摞子文件 经过我身旁的时候 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再等我一下吧 如果我能成功 有个东西 我想给你 15 沈青川不愧是天之骄子 短短几个月 他的名字又开始在商圈传扬了起来 就连我这个对商业 丝毫不感兴趣的人 去参加某个上层聚会 也一次又一次的听人们谈论起 有人说他能力极强 按这个速度 公司很快就可以上市 就连超过原本的沈家 也不是不可能 也有人说 早知道当时就给他投资一点钱了 现在搞不好已经翻了几倍 每当这种时候 许多视线就朝我投射过来 在所有人眼中 我目光远大 我不计前嫌 我是把这朵高领之花 从深渊中拉出的人 餐桌旁边的一个半熟不熟的朋友 朝我凑过身子 一脸八卦 乔黎 你对沈青川这么好 他难道不动心吗 我连忙和他拉开距离 摇头 不不不 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我没说谎 我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见过沈青川了 他把许多东西 从乔家的别墅搬了出去 直接住在了公司 听说他工作起来相当平民 有时候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休息 通勤 工作 几乎能省则省 把挤出来的时间 全放在了事业上 我无聊的时候 趴在窗台上想 是不是当初我对沈青川说的话 产生了效果 只要你站在高处 当初离开你的人 就会看到你 你放心 林奇肯定会回来 按照节奏 女主应该快要出现了吧 16 沈青川的公司要上市了 我回家的时候 撞上了他 我一愣 他朝我微微一笑 大概是过来拿盛在这里的一些东西 乔黎 他走过来 向我递来一张帖子 下周我的公司要上市了 你来吗 好快啊 我抿了抿唇 他用这样快的速度 把沈家重新拉回了商圈的中心 不过一两年的时间 原先离开的 抛弃他的沈家前辈 也开始一个一个回国 他从低谷到顶峰 只等我把他还回白月光的手里 故事就要结束了 以后再没有我出现的必要 我把请柬收下 放到包里的时候 顺便扫了一眼 发现上面竟然还写了数字 一号 沈青川像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笑了起来 因为宴会邀请的人实在很多 所以提前排了座子 乔黎 我能走到今天 你是必不可少的恩人 所以你一定要来啊 恩人啊 我弯了弯眼 如果我有空 肯定去 下一瞬 沈青川抬起眼眸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似乎在探究 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他又重复了一遍 一定要来 那一天 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和你说 神态 表情 语气都是少见的郑重其事 我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脑海中莫名闪过我喝醉的那一天晚上 他捧着我的脸 滴滴地说着那些话 好 我一定 反正我骗沈青川不是一次两次了 再多一次也无所谓 等他走后 我给助理打了一个电话 帮我订一张出国的飞机票 还有 林奇 找到了吗 那边很快传来了答复 林小姐已经联系上了 他说 谢谢您通知他沈先生的情况 他会赶回来的 十七 沈家公司重新上市 这是这段时间以来商界最大的新闻 那一天晚上的宴会 圈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名流都出席了 逢迎着 恭维着 没有人不想和这位炙手可热的新贵 攀上一些关系 当年沈家破产 他陷入泥沼的时候 人人恨不得踩上两脚 而今他从深渊中爬了上来 站上了全市与财力的顶端 那些背弃他的人又纷纷回头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想要重修就好 沈青川低下头 他握紧自己的手掌 扯了扯嘴角 低笑了一声 告诉自己 人性就是这样 他从来不该 也不必对任何人抱有太多的期待 除了一个人 那个在无边的黑夜中 向他伸出手的人 沈青川看了一眼表 宴会已经进行到快要一半了 乔黎为什么还不来 他右手放进口袋中 下意识地握住一个 小小的正方形盒子 红色丝绒包装精致 似乎这个样子 就可以抚平他心中的焦躁 他答应过他的 乔黎陪他走到今天 不会对他食言 直到宴会厅那边的服务员 传来了声音 他猛地抬起头 一号请柬的客人来了 十八 明眼人都知道 这场上市庆功宴的 座次排序相当有讲究 前面几位都是对公司建立 有重要意义的个人 而那个所谓的一号座位 紧紧挨着沈青川 在宴会开始后 却空了很久 又跟着参加的几个富二代 互相看了几眼 小声议论着 你说那是给谁留着的 还能是谁 乔黎呗 这位指沈青川要是给了别人 那不成白眼狼了吗 他现在要是因为 自己事业得意了 转头和乔家划清界限 那真是让全世界看不起 所以人都默认 沈青川在最困难 最无助的时候 是乔黎把他拉了出来 他帮他智商 给他资金 一点一点地带着他往前走 现在是沈青川回报的时候了 有人嘖嘖两声 除了乔黎 我想不到谁还配 他话没说完 宴会厅的大门被打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高挑的女人 一身白色长裙 黑色的高跟鞋 手里拿着包包 弯起了唇角 把帖子递了出去 沈青川 我回来了 十九 底下的议论声 一下子多了起来 我没听错吧 那边的适应声 不是说一号坐子的来了吗 他是谁 有和沈青川 一个高中毕业的人 叹起了半边身子 摸了摸下巴 猛拍了桌子 是林奇 这个名字 一下子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谁不知道 他和沈青川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两个人关系那样好 纵然没有真的在一起过 但两个人上课下课 几乎形影不离 林奇有事 沈青川总是会第一个站出来护着 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点 许多给沈青川送情书的女孩 全都无功而返 有乔黎的朋友 一下子想到了当时的操场事件 小声地骂了一句 我靠 他当年就已经羞辱过一次乔乔了 现在又把最前面的位置 给了这么多年都没露过面的林奇 是还想再羞辱一次乔乔吗 他还是不是人 声音吵吵嚷嚷嚷 但沈青川似乎都没听进去 他抬起头 看向林奇 看向他手里拿着的情帖 那是他亲自给乔黎的 他明明答应过 他会来 沈青川扯了扯嘴角 脸上一丝久别重逢的欣喜也没有 下一刻张开嘴 声音竟有些哑 他呢 林奇不傻 就算一直在国外 回过前的这几天 该听说的也听说了 自然知道沈青川指的是谁 他往前走了两步 用仅能两个人听到的声音 慢慢说 他让我来的 怎么 他没和你说吗 那一刻 沈青川的手还放在口袋里 握着那一枚小小的红色盒子 盒子的棱角突出 似乎要扎伤他的手掌了 乔黎 他猴杰上下滚动 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半晌 终于松开了手 拿起桌上反扣的手机 这才发现 原来三分钟前 乔黎已经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 沈青川 你看 我说过的吧 只要你成功了 你的白月光 你的青梅竹马 你心心念念的人 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至于我 我把林奇送回了你这里 后面也会按照约定 发布声明 保证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用太谢我 只要记得 分红按时往乔家的户头打就行 二十 那枚红色的盒子掉了出来 沈青川低头去看 是戒指啊 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挑选的戒指 是想要在这一天 送到乔黎的手上的 你看 说好的 送给你的礼物 他闭上眼睛 耳边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冥想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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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猛地捂住自己的脸 突然产生一种冲动 要把这里一切都毁掉 好不容易走到现在 就是为了能和他 站在一样的位置上 可原来 就算他获得了金钱 权势和地位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抛弃啊 他嘀嘀地笑了一声 慢慢蹲下身子 重新拾起那小小的盒子 可是 你说不要我去找你 我就不能去了吗 二十一 上市宴会结束后 我用自己的社交账号 发布了一则动态 说明我和沈青川 只是商业合作关系 除此之外 我们很少交流 最多算得上普通朋友 当时这样做 只是觉得可以为男主女主铺路 可谁知道 林奇回国后 两个人却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甚至他只在国内停留了几天 便又离开了 久别重逢 却没有破镜重圆 故事线到此为止 虽然没有特别圆满 但剩下的 也不是我能够干预的了 三年过去 这之间的时间里 沈青川公司的股价直线飙升 我把我的原始股卖了一大半 用那些钱在海外买了一座度假岛 原本投资一千万 现在那些钱翻了好几番 连带着我也身家上亿 成了一个隐形富豪 拿着这笔钱 我想做什么做什么 在这遥远的小岛上 我建了酒吧 泳池 酒店 还有一堆休闲娱乐场所 许多有钱人也会来这里谈生意 当然 我从不露面 一般只窝在海边的别墅里 逗逗宠物 种种花草 见货养几个小男模 玩得开心就宠一宠 姐姐 我们能不能见一面 想求你一件事 二十二 这男团有几个人 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说实话 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就记得腹肌很好看 嘴巴也甜 哄得我给他们投了几个垃圾网剧 玩了几天后就有些腻了 本来都准备撂到一边去 没想到又接到了电话 我也是仗义 看在陪我度过几天假期的份上 又穿上了我的高跟鞋 哒哒的往酒吧那边走去 推开了包厢的门 里面有五六个男生 都二十出头的样子 一个个看见我 连忙站了起来 拿包的拿包 倒酒的倒酒 嘴里叫着姐姐 殷勤的不行 有人凑过来 拉着我的手 滴滴的抱怨着 乔乔姐 你好久没联系我们了 我们这段时间资源好差 经纪人都快要不管我们了 另一个少年捏了捏我的肩膀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影视公司 愿意给我们量身制作一部网剧 那边还说需要钱 想和您先谈一谈 我闭着眼睛 一边享受着服务 一边扯了扯嘴角 冷笑了一下 果然 是来要钱的 这几个演技这么差 哪会有影视公司 愿意给他们投资 我把胳膊一抬 示意那边按得再用力一点 随口嗡了一声 哦 影视公司的人呢 在哪 二十三 这句话刚说完 包厢的门被从外推开了 少年攥着我的手指 压了一声 就是他 乔乔姐 我们提到您是我们的金主 这位老板就说 想和您亲自谈谈 我抬起头 他站在门口 手指紧紧地握着扶手 三年 沈青川如今富贵了 发达了 有钱了 但样子和以前相比 却是丝毫未变 仍是清冷疏离 目光放在那几个小明星身上 眉头皱起 最终慢慢转向我 乔黎 好久不见 二十四 什么狗屁影视公司 竟然是他 那几个小明星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大概是在沈青川 骂出滚子的时候 到最后 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他坐在我对面 拿着桌上的头子 摇来摇去 整个包厢里 谁都没说话 只有这么一点 稀里哗啦的塑料撞击声 沉默又尴尬 我捏了捏手 实在觉得 没必要在这里坐下去了 抓起大衣 起身就往外走 可不过两步 一只手猛地伸了过来 攥住了我的胳膊 沈青川像是再也忍不住了 直直地看着我 嗓音低沉压抑 乔黎 你告诉我 三年了 我找了你这么久 为什么要一直不肯出现 就为了这么几个小明星 还是我哪里到底做错了 他头微微侧过一边 眼神甚至不敢落到我的身上 仿佛我即将说出来的句子 会决定他的命运 可是啊 人生又哪里分得轻对错 我轻轻退后两步 用力拽出自己的手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 究竟谁对谁错 但是沈青川 我可以告诉你 我离开你的原因 我不喜欢你 从高中你当着全校 所有人的面拒绝我 贬低我以后 我就不再喜欢你了 我们不是一路人 也请你以后 不要再找我了吧 二十五 我不喜欢你 五个字 轻飘飘的 原来就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啊 我第一次看见 沈青川露出那样的表情 脆弱 难过 悲伤 又不知所措 他的眼眶红红的 几乎要落下泪来 你不喜欢我 他喃喃着 一遍遍重复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当初 要把我从深渊里面拉出来 给我治疗 带我创业 只是觉得好玩吗 看我依赖你 再把我毫不犹豫抛弃 乔丽 你只是在耍我玩吗 到了后面 沈青川几乎是低吼出声 可是 这个世界上又有哪条规矩说明 一个人想要什么 就一定能得到呢 我高中想要和沈青川 在一起的时候 不照样被他嗤之以鼻吗 我摇了摇头 拿出手机 算了吧 我们一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现在不都得到金钱和地位了吗 就到此为止吧 我扯了扯嘴角 拨出了一个号码 是我最近走得比较近的一个少年 暂时还没散火 他很快赶了过来 兴冲冲跑到包厢门外 喊着 姐姐 我前几天新买了一辆机车 走 带你去兜风 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沈青川 亮晶晶的眼里像是只有我 语气张扬又快意 很好看 很拉风 这个时候在海边转一圈 最舒服了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沈青川带来的那种沉闷消极一扫而空 于是伸出手 走了过去 好 至于沈青川在后面又说了些什么 我已经不想理会了 番外 沈青川 一 高中的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我和林奇的关系并不一般 但不是的 他对我而言最多算一个长辈留在沈家的女儿 一个妹妹罢了 林奇的母亲很早去世 父亲是沈氏的高管 常年在海外出差 那时我觉得应该对他照顾一些 可谁知道 沈家败落后 林奇和和他的父亲也是第一个离开的 破产 背叛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一段岁月 我甚至想过自杀 什么都放弃 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直到乔黎出现 他像一道光一样 猛然破开了我眼前的黑夜 直到很久很久之后 直到他已经不要我了 我都会后悔 当初在高中时 为什么要那样决绝地拒绝他 二 乔黎要我不要再去找他 他似乎过得很好 周围有了许多人 离开酒吧 转身而去的那一刻 我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撕碎了 其实我想告诉他的 乔黎 当年上市宴会的那一天 我其实准备了戒指 想要送给你的 可他没回头 连看也不再看我一眼 大概没有听见 也不在乎了吧 三 大概四五年后 乔黎结婚了 我没有再去接近他 只是有些消息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 对方是一个影帝 很出名的演员 连续几年获得过国际上知名的奖项 我从不涉足娱乐圈 但我其实也见过他一面 在那座乔黎的度假小岛上 当时他骑着机车过来接人 语气肆意不羁 要带他去看夕阳 那时他还并不出名 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因为得罪了某个制作人 被血藏了很久 直到一部小成本电影突然横空出世 他在里面演的反派 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才真正红了起来 他后面获得了很多奖 每次获奖 无论大小 他感谢的第一个人都是乔黎 圈子里面都传 他在追他 追得很认真 很坦诚 毫不避讳自己演员的身份 可那照在我身上的月亮 现在被别人拥在怀里了 感谢观看